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轮胎是汽车至关重要的部件 不需要更换时 面对不同品牌及类型 车主应该如何挑选合适的胎 又需要准备多少预算 而在日常驾车过程中 又有哪些轮胎保养技巧? 不是今晚的消费点地 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业佳人士提供的建议 轮胎店店主蔡启榮表示 每一架汽车都有特定的轮胎尺寸 车主在选购轮胎的时候 一定要严格按照标准尺寸去购买 才能够最大程度保障车主的行车安全 此外 每一个轮胎都有相应的使用寿命 不论是购买新的轮胎 还是二手胎 车主都要注意检查轮胎的成余寿命 轮胎一般最主要是纹路 新胎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 每一条轮胎上面都会有一些安全线 这个安全线就是给我们看到 就是这个轮胎的寿命去到哪个位置 当那个纹路去到碰到那条线 基本上就是告诉我们需要更换 他表示 有坑动恶劣的路面情况 也会加速缩短汽车轮胎的使用寿命 此外 车主也需要时刻注意轮胎的胎压 而每一架汽车的建议胎压都不同 车主要确保行车的时候 胎压稳定在建议范围内 一旦胎压发生明显的变化 就要尽快去到汽车维修店进行检查 及时排除安全隐患 轮胎里面不是一块橡胶 它里面有很多金属或其他配件 在后面承托轮胎 如果出现那些包包出来 其实里面可能有一些组织已经破损了 它里面是很大压力的 那个压力的位置承受不了 它就会拱出来了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危险性了 因为它一拱出来就拉薄了 拉薄了就会有机会比较容易破裂了 蔡启榮提醒省府规定 每年10月1日开始至今年的4月份 卑斯省北部和南部内陆的所有高速公路 以及其他指定路段 只是允许安装有特定标志的冬季轮胎的车辆 才能通行 否则司机将会面临罚款 此外在冬季以外的季节行驶 车主仍是可以选择更换下季胎或是四季胎 夏天的胎基本上就是夏天它的性能是最好的 夏天的温度比较高 它那些橡胶的物料 和另外那两种都是有点不同的 它在热的天气的时候 它们的抓地力就会比较高一点 那相对来说好一点 那四季胎就介乎两者中间 那其实它就是简单顾名思义 就是四季都用得的 那它的物料就会比较中性一点 那你夏天又不会特别好 冬天就勉强OK 它指出如果只需要补胎 目前价格是在30至50不等 至于新胎价格 一个就大约是300至500左右 根据品牌 尺寸大小和性能高低 都会影响到轮胎的价格 那建议需要更换冬季胎的车主 尽量在11月份之前购买 这样的选择就会比较多 价格亦都相对受惠一点 此外 还有部分的店铺也都会提供 付费轮胎寄存服务 好了今晚的消费点滴就说到这里